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禁忌鲁越野战军强渡黄河 挺进中原 千里越近大别山 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续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时 正值六月逊期 河水水面上涨 水流加速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船夫 也只敢在白天驾船渡河 那么 十二万刘邓大军 究竟是如何渡过黄河天险 完成挺进中原的任务呢 1961年 画家爱中信 以解放军夜渡黄河的历史事件为题材 创作了油画夜渡黄河 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 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党史专家黄李老师 欢迎您 另一位是美术评论专家刘万铭 刘老师您好 首先呢 我想请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年啊 刘邓大军夜渡黄河的时候 它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1947年 我们是从战略防御 转向战略反攻的一个转折点 国民党经历了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 开始是全面进攻 很嚣张 占了很多城市 但是占了城市之后 它的兵力它就得去占领这些城市 到了后期只能是重点进攻 国民党重点进攻两个方向 陕北 山东 两务大军它像两个拳头 那么它中间黄河防线是非常空虚的 正因为黄河它是天险 所以国民党认为这是黄河防线可抵四十万大军 所以它就疏忽大意 当时我们既然要往南渡防河 那么我们就先往北派了两路大军去扬攻 这样的话 敌人发现之后 以为我们没有渡防河的企图 所以说本来已经到了河滩上的部队 攻势也没修 直接又撤退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为了抓住战略反攻的有力时机 又做了哪些部署呢 让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947年5月 刘伯承邓小平接到了挺进大别山的任务后 立即对渡河作战做了周密准备 首先 他们根据黄河沿岸的地形和敌情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 决定把渡河地点选定在当时的 湖县至东阿县的河段 计划于6月30日夜突破黄河防线 为了配合和支援解放军强渡黄河 各县挖引河 造船物 征调船工昼夜训练 护送主力部队渡河 同时 当地群众还主动帮助解放军造船 并把造好的船只隐藏起来 因为我们在1947年的时候 出台了一个中国土地大纲 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权 让农民翻身 政治上翻身 它在经济上 它获得土地 所以农民纷纷提出了一个口号 叫宝田参军 在当时的情况下 大力地支持我们主要有造船 因为我们要强渡黄河 我们要有船 那船的话你还不能让国民党发现 那么各家各户就用尽办法地 隐藏这些船 给它各种伪装 那从这个一家一户 这藏起来的船 怎么把它送到河边呢 造船的时候就也费了很大的力气 那么藏起来 那费的力气更大 把家里的被子 家里能用的东西都给它盖上 盖上之后 等到夜里我们把船拖出来 但是拖出来这船 我们就要把门板 把自己的这些稻草 把家里的家务事都拿出来 这是补给成本补给代价的 帮助我们的解放战士 把船再推到黄河边上 所以人民群众 在这场战争中 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竭尽所能 完全是出于发自内心 对党 对我们的战士的一种爱护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子弟兵 1947年6月30日晚上12点 指挥部下达渡河命令 二纵先前部队 首先在孙口渡河 沿阵一带的船工们 从船物中将隐蔽的船只推出 先潜连的勇士们乘上木舟 船头上架起机枪 开始强度黄河 对岸的敌人发掘后 进行了猛烈的踪击 船工们冒着对岸敌人的炮火 驾船强度 有些船工负伤后 不顾生命危险 包扎伤口后 继续快速驾船往前冲 终于冲破国民党防线 占领黄河对岸 此后 经过三个夜晚的奋战 12万解放军主力部队 全部注送到黄河南岸 1961年画家艾忠信 根据刘邓大军 强度黄河的历史事件 创作了油画 夜度黄河 请问刘老师 当年画家为什么会选择 这样的一个 在夜晚度和的 一个历史瞬间 作为他的创作题材呢 当然作为画家呢 描写夜间是一个难点 对 无论是油画还是其他画素 你能把夜景表达出来 体现出来 呈现出来是很难的 所以这幅作品呢 它是一个主题性创作 主题性创作肯定要 符合实际的现实的 它是一个奇袭突袭 就是在夜间 对于夜度黄河这样一幅 战争场景的画作创作 画家艾忠信 没有用烽火连天的 战争场面来进行表现 而是在月明星西的初夏之夜 展开奇袭的场景来表达 整幅画作 肃穆中又充满了 紧张激昂战斗的抒情 成为了夜度黄河 这幅画作的经典之处 因为艾忠信先生呢 他是徐碑洪先生的弟子 从事于徐碑洪先生 所以说呢 他在这个油画写实上 能力非常强 他的造型底子非常厚 他的色彩有一种优雅 包括色彩的御用 也非常的高妙高超 技法上也非常坚俗 我想艾忠信先生呢 在画这幅作品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付出了极大的吸血 在素材收集上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他能够亲自去调研考察 所以说呢 在他的笔下 我们现在看的这作品 呈现的非常非常的完美 创作夜度黄河 艾忠信曾受到了 黄河大合唱的启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杭h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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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h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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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图超宽幅 即人物场景与风景为一体 壮阔宏大的气势逼人 叶冬黄和是爱心在1961年前后 他是喜欢画风景画的人 而这个革命历史呢 就大场面要进入风景 风景都小清小景 要感受大场面 它有创造性 它善于画夜景 这个夜景 把黑白灰各种关系处理好 这张画的夜景画得相当好 这幅画是大灰狠塞的夜景 突然一想千军万马 在破浪里头的冲着前景 这么一种戏剧性的一种高峰 爱中信先生 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 那么他的绘画风格 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爱中信先生呢 他是一个非常注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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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 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 成为第一批河南省红色教育基地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为更好的铭记那段历史 发扬渡河精神 河南省台前县在强渡黄河的渡口 建立了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 纪念馆以大量珍质以大量珍质的图片 圆片 生动再现了当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的场景 再现了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和子弟兵的雨水深情 如今 黄河北岸的渡口 依然回荡着历史的滔生 那厚重悲壮的革命历史 依然激励着台前县在新时代再创辉煌 今天的台前县 因为特色产业 农业扶贫基地等一系列举措 已经走上了富裕之路 这里的人们 在新时代的大潮中 朝着更加光明的未来 稳步前行